各位大家好,我们继续继续再来聊聊这个拉弦的方式 我们常见的是这个方式 就是食指中指无名指 这方式是最常见的方式 然后我们在上次又有介绍过一个是用板指 用拇指拉弦方式是这样 会产生这样子的拉弦方式 但是这些东西,因为像现在的话 现在比赛他们常常为了稳定性 这个手指承受很大量,板指什么都不方便 所以现在也有人发明了一种东西 我把它定名叫做放剑器 中国大陆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因为它很敏感 所以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神经病 因为它只要稍微一触即发 所以中国大陆的人把它取了一个建有 发烧友们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神经病 我另外有做PowerPoint,但是因为那是上课才讲 我现在只秀给各位看 方便器的典型就是这样 手握一个T字形的一个勾爪 那个勾爪抓到那个弦的后面有一个环上 然后它拉弦的时候是用这样子 只要还是这个这几个链 然后用拇指来做放剑 来引发那个 这个结构每一个都有专利 所以我们不方便秀别人的东西出来 我们只是提一个这个idea 其实这个东西在机械的术语里面 它是一种东西叫做所谓的重勤器 重勤机构 重就是放重的重,勤就是勤拿的勤 重勤机构 它就是拉住那个 它勾住这个弦的一个环锁之后 然后它突然放掉 弦就出去了 那这个的特色就是 它在这个弦的中线的地方 一定会做一个 做一个环状的东西 也就是它必须要用那个 那个 箭尾的地方 箭尾开叉的地方 插在这个环状的中间 而那个重勤机就是 勾住这个环子 所以它的架件方式 必然是这样子架件 我们前面有讲过 架件在外面或在里面 都有它的根据 最快速的架件方式一定是在外面 这个我们在Anderson分析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 今天就在这边扩展各位的视野 跟想法 射箭的手 这个拉弦的手 手心朝自己的 是现在这种 这是另外一个是拇指的 板指的是手心朝下 那现在这种拉 用放箭器的是手心朝外 所以你可以想象看 这个有很多种可能性 设计就是要无限延伸 旁针不会影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